大家好,咱们讲一下首相中的冲挂文 冲挂文也叫现冲 它是指八卦九宫中的各个宫物出现的纹理相互连接 造成的纹理符号对人生运势有了明显的影响 这情况呢,它是以八卦九宫中的前宫为出发点 形成的纹理为冲挂文 咱们讲一下,以前讲过通天文 通天文是从前宫位置到离宫的一种现象 代表呢,事业方面容易成功 医生不断钱财,并且容易名利方收 这是通天文的一个现象 现在呢,咱们看一下这个前宫文 延伸到对宫会有什么样的解释 前宫文,从前宫出发,衍生出来一条纹理啊 到达对宫,但卦象来说呢,是前对啊 读出来的卦象叫天则中处 前宫文到对,这是一个由圆满到不圆满的一个现象 代表什么意思呢?对人生的运势起到一个破坏阻碍影响的作用 一般的情况呢,早年孕,事业方面起起伏伏,早的时候呢 不予钱财,事业波动,不利于早婚 还代表女命容易身体不好 婚姻方面呢,起起伏伏,夫妻之间不同心 这就是前宫文到对宫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白了,它是通过一定的卦象来解读的 你看,这个钱,它是这个卦象 对呢,它是对上缺 你看,由钱卦,它本身对卦 它就对卦,它就是变成了一个缺的现象 由圆满到不圆满,你看这个符号你就解读出来了 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这个文理是一个不利的符号 现出,它对人生运势能阻碍,破坏 这点呢,就是在事财方面要加以的注意和警惕 这就是钱公文到对宫的解释 接着咱们再说一下,这个钱公 本身在八卦之中代表钱财 代表权威,代表圆满 也代表老妇,家中长男 也代表呢,代表权威 也代表西北方向 对,它代表少女,代表口才 代表能说会道 它有这个卦象,由圆满到不圆满 这看卦象来说的话呢 就说明是一个比较不利的现象 你看,钱为一,对为二 你看这个先天术来说嘛 早年应注定不信心,并且拨着起伏之相 好 Jo,这谈了吧 underworld